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胜财今年38岁 原本从事销售和服务行业约8年 由于觉得自己学历不高 薪水不多 他在两年前决定转行开私照车 之前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我做工资最高的是2000多块 如果说有加OT这些才有多 因为我的学历不是很高的一点 第二点的是他们也要看你的表现 如果说你表现也很好 他们也是要看 可不可以允许他们加工钱给你 他很努力一天坐10到12个小时 但他发现扣除车子的租金和汽油价格 收入和过去其实差不多 他说自己希望能攒一些钱 离开这个行业 我不会一直坐下去 因为我还年轻 因为我每次有时候休息的时候 每个人看到我的车有那个蓝色的 所谓的私交车 私机的车 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讲说 小弟你还年轻 你不应该在这个行业 因为大多数在这个行业都是老人退休的 一半退休的 所以我会在这个行业会做多 有可能再赚多一点钱 赚多一点 给我以后可以讲说做一点小生意的话 就是想说可能做多一个两年到三年吧 学者认为吸引年轻人从事平台工作的原因有两个 平台工作有个特点是弹性 而且你的时间跟你的配是直接关联在一起的 不是很像我们长时间的工作是这样 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事情 然后月底给你发工资 对吗 或者是你去创业的话 可能真的你要赔好几年 你才会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意在获利 那平台经济的话是 我今天有时间 我有时间我就去工作 我做完了我就知道我今天领多少 所以第一是有弹性 第二是这个钱跟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工作跟他的回报 是直接相关的关系很快的 根据交通部去年的数据 约有四成的私照车司机年龄在20到39岁之间 学者认为这值得关注 因为平台工作的性质 对职业规划没有太大的帮助 尤其是对有意重返职场的年轻人来说 因为平台工作其实它有一个很紧凑的特点 也就是说你这个工作都还没做完 下一个就进来了 所以其实你很容易把一整天都排满了 很累的 而且没有力气去想我明天要干什么 如果说是对于赚一点零花钱 其实没有无伤打压 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加坡的职场 还是非常重视这个连续性的 也就是说你上一份工跟下一份工之间的间隔 不要太远 如果说你有一段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然后后面的雇主很容易对你的履历产生疑问 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去年的调查 有46%的私造车司机觉得自己不会有更合适的工作 只有31%认为他们能有转行的机会 圣财为了赚取更多 一个星期工作六天 有时甚至没有休假日 他说其实自己也想进修 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尝试过 没有停过 直接驾了11个钟后 或者10个钟后 没有停到 这个是很不对的东西 我不会赞成这样做 因为有时候忙忙的时间 是太忙到我们没有时间去厕所 厕所都是要很快 5分钟就是要搞定 提升我是很想 因为我看到很多那种 skill future那些去升级自己 我很想 只是有时候真的长期在路上 没有那个时间 睡觉有时候都不够 所以就是有心无力 我自己是有计划的 我是想等几年后 如果可以 可能去卖吃的 卖吃的 还是卖那种 卖水的 还是卖什么 到时候再计划 因为我是有很多想法 但是现在 现在只焦点在做食物流量 先 食物流量还有照顾三个孩子 等我三个孩子长大了 然后 比较懂事 比较OK 然后可能我到那时候就会改变了 改变不做食物流量 做别的东西 可能来做工 做负担 也不然就是 如果有一笔钱 就自己做一个小小的business 卖吃还是卖衣服还是什么 了解到平台人员赚钱分秒必争 每天很难拨出几个小时的时间进修 一些平台经营者也和线上学习平台合作 提供适合平台人员的课程模式 那我们会经常会发一些信息给到送餐员 叫他们去参加这些课程 也不是很耗他们时间 每个课程是15分钟 那觉得是可以让他们在短期内 是可以去增加他们的软技能的 有一些课程是他们想 比如说对于一些财务投资 其实很多我们很多送餐员都给我们反馈说 这个是对于他们人生来说 然后达到一些目标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有这些财务上投资上 教他们怎么去投资 怎么去理财的一些课程 而外还有一些课程是针对于他们日常的工作的 那这些课程包括是客服和冲突管理 因为我们在职总这里 也是有我们自己一些培训中心这一类的 如果你是工友的话 每年也是会给你一部分的一些钱 这些钱都是可以给你去深造 给你去提升 我觉得我们很多年轻的工友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兴趣 如果你可能是想要做自己的业务的话 我们也是有这种业务的培训 我看到有很多他们也是 有时候好像做Tour Guide这类的 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他们 就是争取他们的Tour Guide 平台工作是一把双刃键 要了解它的优点 也要认清它的现实 未雨绸缪 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士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